好 請介紹帶您的關鍵是房地產 好 房地產到底現在的行情 是不是出現了豪宅 以及小套房雙頭大崩落的情況呢 好 過去 我們先來講豪宅好了 因為M型的兩端 竟然同步下挫 同步 崩落 這是讓人擔心的 過去雲美人住的那一棟 美人姐已經賣掉了對不對 在今天傳出那一棟樓的屋主 竟然賠售 賠售差多少呢 來 賠售差了 1950萬 對啊 都是景氣惹的貨 景氣好的時候 80坪不夠 120 120不夠 150 200 200 250 很多那種大坪數不高 我沒有說住豪宅的人是250 當然有點這個意思 好 問題景氣不好的時候怎麼辦 打回原型 打回原型的時候你就看到 其實美人姐和乃哥 他們之前買的那個房子 其實是... 他們是在內湖五旗對不對 五旗 那個內湖五旗 那是五旗很... 算前三名的豪宅 我們真的去看過 真的非常漂亮 好 問題是差一年 差一年差很多 差一年 他們兩個是在2017年的6月份賣的 那這個是2018年的年底 差不多差了一年半左右的時間賣 我們來看一下 宇美人和乃哥已經賣了 對 一個賺了5700萬 我剛看的是 美人姐和乃哥的房子 對 一方面是他們賣得早 好 應該是說比這個11樓 和6樓的豬戶賣得早 對 差一年 另一方面是他們買的車本 也相對比較低 所以賺錢了 那這兩戶就慘了 除了美人姐和乃哥的房子之外 最近傳出豪宅一片哀嚎 在市令有個案子 叫做原山一號院 那個在市令夜市門口 當時推出來也是 冰冰彰彰 原山一號院 原山一號院 那我們其實都去看過 其實感覺上也不錯 但問題那個最新成交價 跌了2600多萬 那山一號院是這一間嗎 對 在市令夜市口 這邊就是市令夜市 夜市 這個地方是市令夜市 這邊是市令夜市 這個就在這個路口 其實我們旁邊可以 很漂亮 很氣派 很漂亮 很氣派 所以你在那個劍壇站 老遠就會看到 其實很漂亮 我們也很氣派 但是 最新成交價大概跌了2600多萬 大概多少呢 打7折 跌了2600多萬 對 跌掉了三成 跌掉了三成 打7折 其實話說回來了 我覺得賣的人也是個英雄 接手的人也是個英雄 怎麼說呢 他便宜接手怎麼叫英雄 所以你要講 重點是你這個時候會接 其實都是財經的專家 你想 賺了賣不賣 賠了斷不斷 很重要的觀念 對不對 所以你說是不是代表 所謂的另外接手人 已經認為說到底了 可以接了 這是不同的訊息 這個是你要告訴我們的答案 不同的訊息 不過我們剛剛看完了豪宅之外呢 我們要來看小套房 房地產M型的兩端都崩落 我們來看寒冬套房 寒冬有44% 超過一年賣不掉 小套房一年賣不掉 小套房是低總價的產品 竟然要割一年都賣不掉 這是很慘的 一個小套房也許就10年 景氣不好就從25平 20平 18平 12平 8平 8平 搞了半天小套房 我要講小套房真的 我們今天良心講 真的觀眾朋友不要學院碰 因為什麼 不好貸 不好住 不好賣 不好貸 不好住 不好賣 貸款不好貸 是 住就不要講了吧 平差一大對不對 那不好賣 現在就看得到不好賣 事實上這個東西 代表什麼樣的意義呢 就代表說 其實這是景氣 也是景氣產品 景氣產品 所以你看哪些地方 北市像信義區松山區兩區 滯銷套房很多 很正常吧 滯銷套房佔比超過六成 對 所以很多案子其實不對 就是說那種六米巷 蓋個20戶 基地只有80坪 我請問你那房子公設比又高 又沒有特色 你賣給誰買來幹嘛 好 但說了半天 到底哪一個市場好呢 據說現在比較好的市場 是兩房和三房的產品 對 兩房和三房產品 我們就回來想一個 阿關你應該很清楚 全台北市最穩的兩個住宅區 天母和民生社區 對吧 而且是穩了幾十年的對不對 我們就講說這種房子 它大概沒有超過什麼 70坪以上 所以我跟你講 觀眾朋友很重要 主流的產品就是在65坪以內 那小套房我剛剛講的 這種8坪5坪的 這是算的對不對 我們來看一下 兩房和三房有一個統計數字 對 其實兩房和三房的 兩房和三房 目前是相對比較好賣的對不對 因為套房有44%賣不掉 我們來看 四房以上就是比較大坪數的 可能也很辛苦 也有將近四仇賣不掉 也很辛苦 那市場相對比較好的 就是兩房和三房的產品 是比較好脫手的 對 比較好脫手就代表市場比較熱 講一下坪數 兩房的話25坪 所以不要小過25 大不要大過65 25到65是現在最熱的 這個區間主流的 主流的 主流的 所以我們看到天母也好 明天社區也好 大部分換房 大概就是維持在這個地方 新房子大概3500到4000萬 我們講天母還明天社區 對 主流的 然後如果小坪數的話 比如像內湖 我們剛剛講的內湖 內湖大概1500萬 就含個車位 OK的 OK的 天母 比較好脫手的 對 內湖很貴對不對 細紙 細紙1000萬 加一個車位1200 OK的 好 這是目前 比較好脫手的房價 對 所以現在要留意是 房價的寒冬還沒有 也不能講說寒冬 但是就是說 這種是錯誤的產品 它賣不好就要正常了 我們還是回頭 不要跟著景氣走 我們回歸基本面思考 那我們還是回頭來講 很多小資族就會想說 我財力也不夠 我就買套房 套房裡頭有哪些陷阱要留意 剛講嘛 貸款是個重點 總價太低也不行 總價太低也不行 來 趕快給你看 觀眾朋友我們看一下 為什麼總價太低不行 158萬不是單價 總價 周杰倫豪宅旁邊有個獨棟套房 只賣158萬 很誘人 很棒對不對 沒有土地權壯 沒有建物權壯 是麒麟地 又是違建 你要不要買 買來幹嘛 不是 違建能賣嗎 可以賣 可以賣 頂樓加蓋的違建不是也在賣 只是說這個打150萬 車椅姐她特別有講得很清楚 她說只能夠現金買 只能夠現金買 她說我有督庚題材 搞清楚沒有土地權壯 沒有建物權壯 你督庚之後你要跟人家分什麼 你憑什麼跟人家更 對 你要跟什麼 分一個違建 不要只看到158萬 所以就因為 你要看看很多的小套房 有些是只有使用權 對不對 他沒有所有權 對 所以這個要看清楚 不是說看了150 周杰倫想太多好不好 周杰倫你也不見得說看到這個 想不到 你也看不到他 好 所以第一個大家注意 有沒有使用 拜託 OS 小心